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牛瑞雪 毕业于咱们中央戏剧学院 去了法国留学 在法国我们自己上学学的就是艺术 那我们就自己做个艺术节吧 大家能够参与进来 张阿姨咱进来开会 最开始拎着菜 然后拎着汤汤水水的 现在进来的时候 人家是会有衣服的搭配的 我们是要稍微上点淡妆的 真好看 好看好看 咱们内务老人生活还有哪些方面 其实是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 这个片区它多数都是老龄人口 他们就对我们做了好几次的邀请 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就专门做一个 对公共文化升级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基地 就是精神层面上 就是文化需求层面上 让老年这个阶段觉得既充足 然后他们有他们的价值体现 我第一次做北平派对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喜欢讲破壁嘛 或者破次元嘛 现在就完全在那一天就被破咖了 他觉得他跟你玩的时候 太有意思了 那个阿姨用最普通的马克杯 用最普通的医用纱布 然后自己就手摇做的 这个抹好的咖啡粉 用暖水瓶 给我们泡了一杯 他自己做的 他认知里的手冲套 我们给年轻人啊 就是200块钱的约会经费 让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内 必须带着叔叔阿姨们出去约会一次 就体验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吧 我们又要求老人家 就是找出来一套 他年轻时候穿的衣服 要求年轻人说 如果你老了你想变成什么样的老人家 你就把那套型套拿过来 然后俩人互换了型套 然后就拍下了一组照片 特别朋克发的那个劲儿的姑娘 这没人认领嘛 这个阿姨呢就把她给认领走了 后来俩人关系特别好 他说找到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说北京什么地方最有特点呢 胡同啊 然后我们说那行 咱去上胡同里转一转去吧 一个项目叫做路灯下读诗 结果真的出乎意料 就是会有非常多过往的行人参与进来 在你的眼中找到了蓝天 他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 他是里有骨 走到生活发生的区域去 看一看能不能从土里面长出东西了 他说是好吗 他叫做路灯下读语 是好吗 我该记得还得更好 如果不看能不能够 一定是儿端下读的 你会遇到这一场 我们跟你们开心 感谢观看